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最后他们由于中国体育总局和国际联的指责 他们最后逼迫写了检讨书 表示他们这方面任意妄为 但事实上真正的情况是这么回事吗 我们看一下 一个在这几个运动员 他都是国家很优秀的很突出的队员 为国家也争得了很多的荣誉 他们在成都罢赛的时候 我想这个很难把他们轻易做出这样一时的冲动 做出这样的决定 联系在一起 这个下面我们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第二个 他们罢赛的时候 有很多的教练和队员跟进 这就说明他们在他们的单位内部是受到大家支持的 同时他们的举动出现以后 其他的社会上的民众非但没有指责他们 而且表现出了与官方极其对立的一种态度 因为他们在成都有很多的民众来支持他们 全国也有很多的民众支持他们 所以他们不断的在网络上散布这件事 而中国官方通过散帖来掩盖这件事 这个事情发展到今天 就是说是他后面肯定隐藏了大量的不为人知的信息 这些信息说明了什么问题 我相信他肯定隐藏着被罢赛 被这种单位国家有关方面的指责 有着更充分的理由才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这也是我想起了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这样一件事 就是说是在安史自乱的时候 唐玄栋的卫队走到星平以后 星平马为波以后 他就提出要求处死杨国忠和杨贵妃 在这种情况下 陈玄的将军也从中表示了沉默 他事实上是支持这些军队的 支持卫士的滑变的 最后唐玄栋不得不抚顺了他们的意思 这个事情尽管当时看来有点不顾搭局 因为国难当前 你怎么能这样做 但事实上 这更大程度上表现出了这些士兵 对朝廷内部一些不合理的人事布局 皇帝一些不合理的政治举动进行的一场对抗 由此我们就看到 国家那个平华球队 这些那个几个 很多的运动员 这种举动 其实他也带有一种 兵变 滑变的这么一种性质 我们就轻易不要把它 定为 他们不顾全大局 甚至有些人把他们责为不爱国 其实不爱国 他们怎么会给国家 以前争得那么多的荣誉 他们在这个时候 有这样的举动 肯定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这是我对这个问题 一个基本的估计 要不要轻易下 妄言断语 根据目前 透露出来的消息 有这样一些问题 就是说是 这些运动员 他们其所以这次聚赛 主要是被为调职的 国家乒乓球队的那个总教练 刘国良抱不平 而在为刘国良抱不平的后面 他反映了国家体育总局内部 这个复杂的人事斗争 我们知道 现在国家体育总局的局长 是购中文 他是原来是北京市的 北京市委的一个专职书记 他调到国家体育总局以后 据外界的传说 也据那媒体的透露 他一直在打压 这个体育总局的专业的副局长 主管专业的副局长 就是说是蔡振华 而要打压蔡振华 他首先从他身边的两个主要大将打起 一个是孔令辉 当然孔令辉这个人 他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传说 但是目前有阴谋论者 他认为说孔令辉这些事件的后面 也有着购中文等人 他进一步的抹黑和操弄 是孔令辉的一些事 作为一个著名的教练 他的一些事弄得满城风雨 是孔令辉下不掉台 从而以此事来打击蔡振华 另外一个就是把刘国良调职 把刘国良从体育总局 体育总局乒乓球这方面的总教练 调任到乒乓球协会的副会长 这个位置上 这其实就等于把一个年富力强的 正在一线进行管理的人 调到了类似于政协这样一个 富贤的机构去 网上有很大一些传言 他们把刘国良逼做被冤死的岳飞 当然谁是秦桧 这个就不言自明了 这是我们目前根据网上的消息 根据一些新闻 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了解 甚至有些人把这件事 把这件的聚赛风波和体育总局内部 角逐十九大的中央委员 也联系在了一起 现在中国国家体育总局 只有一个中央候补委员 这个候补委员就是蔡振华 而购中文为了在十九大上 更上一层楼 说十九大上可能分配给 国家体育总局的中央委员 有一个名额 如果说购中文想上位 那么他首先就必须打掉蔡振华 现在蔡振华已经有被边缘化的 这么一种趋势 由于他的两年大价已经被打下去了 他的同时 购中文通过以改革名义的洗牌 也让一些他认可的人 到了应该到的位置上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是体育总局内部 就有发生的这个人事方面啊 就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 直接表现为 就最近在成都这些运动员的霸赛 这些运动员的霸赛 他们就表现了对刘国良这种待遇 不满 也表现了也对那个购中文 表现出抗议 这个事情啊 大概就反映了这一点 这就是说是 让人联想到啊 这个国家的这种官僚机构 其实是对体育事业 构成了一种强害 国家前 国家那个拼华球队前总教练 许少华先生 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他最近对这个事情 也发表了他的看法 他认为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方 要负很大的责任 说不要指责这些运动员了 他认为他们这种做法 其实是在给中国的乒乓球运动 带来伤害 正在带来伤害 也有人说 说是目前 中国体育总局 购中文局这样的这种做法 其实是某些程度上 客观上就顺应了国际拼联 打压中国 拼华球运动的 起到这样一种 迎合的作用 等等 当然这些都是一种阴谋论了 但是我们 PK阴谋论 从客观上来说 他目前这种做法 肯定是对中国 拼华球运动 有着比较大的 负面影响 在这里 我们就 从他这件事 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 中国举国体育 这个举国体制的 这方面的弊病 我们知道 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 曾经发挥过 比较大的作用 这就是说是 当时为了振奋 中国的这种民族精神 有作用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这种举国体制 其实 它以金牌 银牌为目标 事实上 它伤害了全国体育的健康发展 另外一个 也影响了 体育人才的 合理流动 更大程度上 就是 压制了 运动员 他们应有的人权 和尊严 这样就是说是 国家出钱 让你这部分人 就是来为 为国家争光 在为国家争光的同时 这些运动员 很多人啊 他就觉得 他们的专业 没有发挥 专业没有得到 那么淋漓尽致的发挥 比方中国 平凡球队的 那个何志利 这个原来何志利 就是说是 让他打输 给另外一个运动员 他当时就说 我就是不输 我就是要打赢 这就是说 我不能因为 你国家 有关方面的安排 来牺牲我自己 其实啊 现在看来就是说 是在运动员 他个性的张扬 个性的舒展方面 他和国家目前的 这种体制 这体育管理体制 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现在这个冲突啊 不仅仅是运动员 和管理者之间的 那种矛盾 也体现了管理者之间的 矛盾 而且这种矛盾 更上升为一种 政治斗争 一种争权夺利 现在就说是 这不仅仅是 体育方面的 一种腐败问题了 另外一个方面 也给我们给出了 一种 这体育改革的 这种 我们看出了 这种的紧急性 急迫性 所以啊 在全世界 就是那个体育 那俱乐部 俱乐部化的 今天 中国的这种 陈旧的管理体制 还能够延续多久 该不该延续下去 这就给我们 提出一个严峻的思考 就是说中国 在体育方面 应该进行一些 什么样的改革 这也成为领导人 目前应该思考的 一个课题了 假若说继续奉行 原来类似于 计划经济式的 国有企业式的 这种管理 那么中国的体育视野 就是说发展到一定阶段 不仅会遇到 那个发展的瓶颈 就是那个取得成绩的瓶颈 另外一个方面 这种体制 也会与那个基本的 运动员的基本的人权 发生很大的冲突 也会与那个这个 那个政治领导 与专业 体育专业性之间 发生很大的冲突 因为大家认为 就是说构中文 这个人就是以外行 领导内行 以外行 压制内行 这就是人想起了 在中国的科研单位 在中国的教育单位 很多的这个专业的政工干部 说难听的就是这些政客 党棍 以所谓的政治性 以所谓的他的那个其他的权力 甚至有些时候以改革的名义 来压制专业人才 打压专业人才 甚至不惜给一些那个专业人才 扣上 以前叫自由化 现在就说是你动不动 就说是你这有些方面的思想 不符合什么什么那思想 就是那个删天罪 甚至还上市的删天罪 这种高度 现在其实 这就是说这个体制 就表现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而目前 这个构中文 在国家体育总局内部 他现在对这些人的打压 对刘国良等人的打压 对这些运动员的打压 他已经给他们 扣上了一个不爱国的帽子 甚至又给他们扣上了 一种那个阻碍 这个体育改革的帽子 这些事情到底怎么样 下来我们还对这些事情 继续观察 但是 构中文 操弄全数 打压体育精英 这点应该是 大家看得很明白的 不然的话 我相信 他如果官不必民反 这个领导不逼 这下面的这些运动员反的话 就不会出现 在成都 这些国家的这体育精英 霸赛的这种不堪的局面 所以我们要通过 这些表面的现象 要看到他背后 本质性的东西 就是说 体育改革 已经刻不容缓了 大家不禁要思考 而且 国家有关方面 应该开始 行动了 好 这期的话题 我们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